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设计的功能作用等等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设想了 讲了这一番话 各位如果说仔细看他说的这些话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今天看看也没有严重到哪去 可是当时除了说是向党猖狂进攻之外 大家说你跟党挑战 你来批评党 你给党抹黑 你想要取而代之 所以就这样的不明不白呢 打成了头号的右派 这位呢是张伯军 第二位呢是罗隆基 罗隆基呢是江西人 清华大学毕业 到英美呢去留过学 最后拿了博士学位回来 回来之后呢 他在想什么事呢 他也是想第三条道路 怎么样能够在国共之外呢 能够开辟条道路 他倒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所谓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当时呢他自己承认 他说我还帮国民党出过主意 他说要解决今天的国共问题呢 大概做到两点 第一呢解放思想 注重自由呢不注重统一 这话严格说起来是批评国民党的 第二呢要改革政治 以民制呢来代替党制 这两点提出来呢 各位看看无论如何呢 是对共产党有利 而不是对国民党有利的 好了那么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了 这么一个说法 为什么会最后变成了 他被批判的一个证据呢 因为这个话虽然在当时呢 会对共产党有利 但是说到底呢 他还是不喜欢共产党的 因为表面上他在帮国民党呢 去解决共产党问题 所以这里面蕴含的最深的在 最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是在他的思想 他说我的思想深处呢 是英美的资产阶级思想 他因为这个而受到批斗 当然他后面还讲了一个重话 据说当时在这个争辩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曾经跟周恩来讲 他说这个你们代表这个无产阶级 那我们就代表资产阶级 凭什么说你这样讲就是对的 他不如这样子 这个你们代表一块我们代表一块 你是南开的 我是北大或是清华的 那么我们一挡一边 所以听说周恩来听到这话 脸色大变而去 那么这也觉得让人家觉得说 他想分天下 那么第三位呢是张乃气 是浙江人 那么这个人呢是苦学出身的 最后自己成为大学大学教授 自己办了一个新评论杂志 那么后来在这里面呢 讲了很多话 他对于中共的所谓的中派主义 教教主义提了一些批评 那么这些批评呢 也变成了他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这个重要证据 好 第四位呢 就是楚安平 楚安平早年在上海创立这个观察杂志 议论实证呢 非常的热烈 那么后来中共见证以后呢 这个杂志呢就叫做新观察 当然很快呢 就被中共就慢慢渗透去掌握了 到了57年前后呢 当时毛泽东说要发扬这些民族啦 发扬这些知识分子的向心力呢 就说让你们去办份报纸 叫做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的这个社长呢 是张伯军 然后楚安平呢 就受邀呢 担任这份新的光明日报的这个总编辑 就这么一来呢 就惹出麻烦 他一方面呢 去取消这个党委 二方面他说了一些黑话 他说了什么黑话呢 他说我倒要看看 怎么样让我独立自主 我要壮壮按交 单单风险 用我的肩膀扛扛筋两 他说你要这个宣传什么等等 这些事情为什么不问中宣部 他说不用 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呢 用不着用不着请示 然后当然最大的问题呢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 一千两百字 标题叫做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些意见 最后呢 被人家简称党天下 因为他批评共产党呢 是在做天下 那么在每一个单位里面呢 都摆了一个党员 摆了一个党委 事无巨性呢 都要向这个党员请教 党员同意了 党委同意了 事情才能干 不同意了就不能干 所以统称呢 叫做党天下 那么这个话呢 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人呢 也这个因为他不同的言论 打成大大小小不同的右派 像王兆时啦 朱镕基啦 钱伟长啦 费孝通啦 或是后来的像王蒙啦 方立之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些人这些言论呢 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 可是当时呢 就打成了十恶不色的右派 当然反右运动呢 还有后面的发展 今天呢 我们只能谈到这里 下回呢 我们就接着谈下去 反右运动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